另一方面 公事特派记者也观察到 台湾送来的救灾物资 曾经被堆在素物机场长达四天 都没有人处理 民间团体对灾后重建的效率 感到非常忧心 多架军机抵达素物机场 有的刚从塔克罗班送来灾民 有的还等着要送物资 针对塔克罗班的救灾 已经过了两个礼拜 不过在素物机场的停机棚上 还是可以看到很多的物资 而且一旁还是有军机在现场待命 准备要把物资送进塔克罗班机场 协助救灾 台湾军机也飞了十二架次 把民间捐出的物资送到素物机场 但这些物资在十二号抵达以后 就被堆在机场四天没人处理 他们资讯其实不是像台湾这么发达 对灾区的一些状况 其实我觉得他们不是这么清楚 在素物省的宏会里面 有跟他们做长时间的一些交谈 发现他们现在目前还在做商网的统计 加上他们物资的陆陆续续续 一直进到这边来 所以他们在做分配的时候 也造成他们很多的困扰 台湾团体抵达以后 只好自行找管道临走物资 再送给当地的物资仓库 但是菲律宾政府整合灾情不足 当地团体在短时间内 也无法快速分配物资并且发送 连台湾来的医疗团 即使受到当地政府热烈欢迎 也不得其门而入 无法深入重灾区 即使是以色列的军方 他们用军机来干嘛来 可是也没有到Tagloban那边 比较真正的灾 最严重的灾区去 我想可能也是考虑到治安的问题 台湾团体一口同声表示 菲律宾是他们国际正在经验中 最困难也最没效率的一次 虽然菲律宾政府声称 已经把物资送进每个灾区的村庄 但当地能有许多民众说 他们得靠自己找食物 记者王界孙孟昭权菲律宾报导